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 《渡边纯一》的作品 《男人这东西》 人们常说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 征服女人 女人通过征服男人 征服世界 恋爱中的男人在琢磨什么呢? 吵架之后的男人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男人这么花心? 女人们有一堆的问题要问 也因此捧红了众多情感类的播主 其实读懂男人 只要看看日本作家 《渡边纯一》的作品 《男人这东西》 这本书就够了 这本书的作者 《渡边纯一》和鲁迅一样 有过一段 弃衣从文的经历 但正是这样一段经历 对人性的洞察 如何把握人性 有很大帮助 让《渡边纯一》 从生理和心理上 更加了解男人自身 将男人的心理剖析得淋漓尽致 很多中国人认识《渡边纯一》 是在《诗乐园》这本小说上 《诗乐园》最初连载在日本的 《日本经济新闻》上 《后音》连载很受欢迎 出版书籍一下子就卖出了 将近三百万册 小说的书名 还获得了日本1997年流行语大奖 《渡边纯一》生育在外 被誉为日本情爱大师 2010年曾荣登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子榜单 外国作家富豪榜第十四位 引发广泛关注 《渡边纯一》说 他写的不仅仅是婚外恋这种情况 更重要的是 他在解析爱为什么会转变 在不同的时间段里 爱也在不断地变化 没有永久的爱 我写的是人的本性 以及真实的感情变化 今天让我们开始阅读这本 《男性宝典》吧 如果你在情感道路上 未曾经历挫折和风波 是否不知如何正确对待男性和情感呢 如果你在婚姻中经常面对 花样丈夫的花式虐妻 是否感觉快要原地爆炸 当你化身母亲 拥有了一个小男孩 是否不知如何正确引导男孩成长 无论哪种状态下的女人 都可以借由这本书来得到指引 化解和指导 说得直白一点 这本书简直就是男人的照妖镜 把化了妆的男人们 统统打回素颜的原形 渡边陈一算是对自我比较坦率和诚实的男人 在这本书中 他没有把男性美化 而是冷静的诠释和解读 从最真实的角度出发 揭露了男人的自私 猥琐 懒惰 脆弱的一面 给女性们呈现出男人们 有血有肉 立体 全面的形象 这是一本女性终其一生 可以随时拿来翻看 受用不尽的书 是一本 让男人了解男人 让女人更了解男人的书 看完这本书 女人们会觉得 杜边陈一说得太对了 对对对 男人就是这种东西 男人们会赞叹 杜边陈一说得太靠谱 在书中 杜边对于男人进行了种种总结和解释 例如 为什么有些男人爱好风流 那是因为他们雄性动物的本性 压倒了为夫为父的道德属性 男人与女人永远会不同 这份男性的自白书是一种对生命本源上的思考 读来可能有醍醐灌顶之用 一个男孩成为男人 需要从幼少期的成长讲起 每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们都必须走过曲折的道路 期间同女性一样 也要体验种种爱情挫折 生活焦虑和事业失忆 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轨迹 主要有几个重要节点 首先是四到五岁期间 人类男性的性别觉醒 其实要比女性要早得多 在四至五岁期间 男孩子就早早地体会到性别的特殊之处 他们已经能够感知自己与母亲 或者其他女性的不同 也许是处于好奇心 对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 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 其次是小学高年级至初中一二年级 这个时期男孩的身体会飞速成长 身高体重等都是关键的拔结期 而生理欲望成了男孩子们 生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主题 此时起男孩子们就迎来了动荡的时代 他们懵懂的少年思维 会和体内的多巴胺进行碰撞 将会直面蒙动于自身内部的欲望 与头脑中简单的游戏乐趣 所带来的种种纠葛 这个时候母亲们也很苦恼 为什么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 甚至不愿意与母亲说话了呢 其实这时候男孩子已经进入了青春期 男女有别的思想会让他们不愿意 和母亲过于亲近 因为秘密太多 男孩们对母亲进入自己的房间 也会极为不满 所谓青春期的叛逆 其实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变相体现 在这种情形下 大人们最好等男孩子自己主动提出 要母亲打扫房间 或者事先询问得到确认 才能对她的东西进行翻动整理 其余时间都不用管她 哪怕房间乱得像狗窝 否则你一旦擅自闯入 男孩子们就会大为恼火 青春期大战 一触即发 男孩子们关于对异性好奇的种种行为 到了学校多表现为淘气和打闹 男孩有时揪女孩的头发 欺骛他们 也只不过是不恰当地 由这种好奇引发的具体表现 除了这些幼稚的肢体动作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孩子就对女性怀有憧憬 或者执着的情感了 就会通过诸如恋慕邻居家 叫自己年长的姐姐 或者成为性感明星的崇拜者 等形式表现出来 而在十几岁上 多数女孩对恋爱抱着极其 罗曼蒂克的幻想 这时期可谓少女的多梦季节 女孩子在这个阶段 基本还沉浸于浪漫主义的爱情 更注重精神上的触动 因此少男少女时代相形之下 少女远比少男浪漫得多 这就是男孩区别于女孩的地方了 男孩子的整个青春期 都是躁动不安的 长期在教室里埋头苦读 对于男孩子则是相当残酷的考验 整天坐着闷在教室 男孩子难以对付自己体内燃烧的荷尔蒙 所以打篮球成为了大多数男孩 在学校里的爱好 这种躁动不安 对于男孩子们 能否顺利通过复习硬考的影响非常大 如何克制自己的躁动 就成为了获得好成绩的关键 男人这东西的第二篇 当谈恋爱时 男人在想什么 男人不仅在幼少期 一直在和生理需求做斗争 等到成年之后 在谈恋爱时 也会被这种需求的纠葛 和精神压力所烦恼 事实上 这种烦恼的程度 比女性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男人与女性邂逅 想要进一步发展 那么他会怎么想呢 他也会纠结吗 会有哪些表现呢 书的第二章 给了答案 作者详细描述了一个男孩 想要同一个女孩 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时的 心理动态 男性面对爱情 其实也会很烦恼 不知所措 脚尽脑汁地 去策划具体的行动方案 想着要怎么样 把心仪的女孩追到手 他们也总在忧虑 以后在什么时间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进展到 确认亲密的情感关系 这一阶段呢 更何况 对女性缺乏经验的男子 他们想要顺利经过各个阶段 绝非是轻而易举之事 面对青年男性的杂志 约会指南栏目 之所以受欢迎 其原因也在于此 许多男性为了尽可能地 提高成功率 很热心地收集 这方面的情报 从初次约会开始 很多男人就在忧虑烦恼 被这种纠结的情绪和压力 所折磨 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女性往往不容易发现 也难以理解 这个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男人有足够的耐心 情商以及行动力 去苦心故意地 完成这一系列的行动方案 最终与女人确定稳定的 亲密情感关系 只要男人有机会 亲密接触对方 就会给男人巨大的鼓舞和自信 从而促进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 产生质的飞跃 两人在一起 就指日可待了 那么 男人们是怎么策划 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去突破的呢 首先 是试探 当男人对一个女人有好感 想要有进一步的关系 他会用言语或是行动 来试探女方的反应 主要是通过邀请吃饭 或是看电影 散步等等方式来试探 这一步骤其实不难 只要不是畏首畏尾 或是自尊心过于清高的男人 都应该可以在比较轻松的心境下实现的 其次是约会 如果女方没有拒绝 或是大方同意 欣然前往 那就说明对男方有好感 至少不讨厌 男人下一步行动有望了 在这个时候 男人往往竭尽所能 展示自己美好一面 给对方 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在女性应邀赴约两三次 共同进餐的过程后 男性便会产生亲密接触对方的想法 这种情况下 更大的压力也就随之而来了 当时机成熟 男孩在约会过程中 总是在考虑接吻的时机 创造机会 他希望了解女方的想法 尽力将自己的好感传达给对方 让对方看到 男人为了达到接吻的目标 往往会在约会前 模拟从当晚到约会收场时的 行动方案 推敲如何进行计划 在这个时候 因为男人要绞尽脑汁 思索下一步怎么办 会在约会期间讲话时 心不在焉 口中咀嚼食物 也全然不知其味 有时候 难得女方 渐入清新交谈的家境 而此时的男人 却心不在焉 结果会让女方大为扫兴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区别 这样的场景 不得不令人感慨 难怪说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他们来自不同的星球 为了实施下一步的行动 男方会主动延长约会时间 比如 换一家餐馆 用下午茶 或是到公园辟静处 走走 等等 一旦在约会中 有这样的邀请 就可以断定 男方对你是有意的 不仅如此 还有一些常见的恋爱技巧 比如 边吃饭 边假装不小心 轻轻触摸对方的手 或者用膝盖 靠近对方的膝盖 等轻微的身体接触 来确认 对方的反应 如果女方 及时将手 或膝盖收回 男方就会判断 自己在该女方这里 没有希望了 而如果女方 默认了这些行为 男人就会觉得 自己是有机会 和对方谈恋爱的 有希望和无希望的识别 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经验 一旦误解 就容易错失良机了 尤其是很多男性 经常由于过度自信 而对女方的行为 产生误解 如自己作为上司 约某位女职员 出去吃饭 女方同意了 就以为 是对自己有好感 其实只是因为 你是上司 难以拒绝罢了 当然 这种识别判定 不易把握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综合判定 和女人在恋爱时的 心理状态不同 因为在恋爱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 是男人 男人们在恋爱时 总是在忧虑 以后在什么时间 采取什么方式 才能达到接吻 这一阶段呢 然而 只要男人尚无机会 跨越这道房线 男女关系 就始终是平行线 不会加深 当两个人 处于暧昧时期 时机成熟 男方想进一步 确认关系 一般就会邀请 一起出去旅游 如果女方 欣然答应前往 且来到了 男方的房间 下一步 应该怎么行动 就十分考验 男孩的情商了 书里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例子 朋友邀请女方 到了房间 房间内光线暧昧 两个人隔桌 相对而坐 男方一直在 为怎样引起话题 而苦恼不堪 等到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 女方提出 末班车快没有了 我该回去了 男方慌乱起来 焦急忙乱中说出 是吗 那我就 送你出去吧 导致约会 不欢而散 后来再说起这件事情 渡边纯一 给朋友支招 其实只要 这时说些诸如 今晚夜色真美 之类的套话 就可以一起 注立在窗前 谈谈人生 谈谈爱情 顺水推舟 让女方 留在这里 朋友惋惜懊恼 竟然还有 这样的操作呢 其实 如果女方 对男方 有意的话 也可以稍微主动 释放点信号 比如说 灯光有些刺眼 或是主动 坐到男方身边 给双方进一步的关系 创造有利条件 减轻男方的 心理负担 在亲密关系 确立其中的女方 只要自己稍加表露 一切便会 如愿以偿 遗憾的是 有些相互抱有 好感的男女 只因功亏一篑 最终也未能 结成良缘 让人惋惜 男人这东西的第三篇 好的亲密关系 是怎样的 了解了男人 真实的所思所想之后 可能有部分女性 对于男性的这种行为 表示嗤之以鼻 以为 这是近似动物般的行为 甚至认为 男人就是 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但其实 男人除了某种意义上的 天生行为 精神因素 也是占有相当的分量的 与人的心理状态 密不可分 作者总结到 当男人充满自信时 更容易产生生理冲动 而当男人心理不安 胆怯 或是担心某事发生时 就不容易产生生理欲望 总而言之 男性能正常产生生理欲望 是身心健康的标志 如果是肉体衰弱引起的 那么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反之 如果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则不是那么简单 就可以恢复的 有人说 男人四十一枝花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阶段的男人 正值人生最好的阶段 但其实 男人处在四十岁时 是处于人生的分水岭阶段 很多上了四十岁的男人 会因为工作的压力增大 而导致生理出现状况 导致家庭关系不和谐 男人在亲密关系上 其实是很敏感的 远比女人想象的更脆弱 可能因为一句话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一个责备 而受到影响 因为这些都会给男人造成心理压力 这时候 女人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 忘掉这些负面因素 轻声地对她说 我爱你 电视剧《欢乐送礼》 有一个情节 应勤因为邱盈盈不是处女 内心无法接受 于是提出分手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男人也会有处女情节 在内心深处 总是渴望成为女人最初的男人 为什么男人会有这种心理呢 其实是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 男人们担心 对方如果不是处女 便有可能深受以往经验的影响 过于成熟 自己掌控不了 他们怕被女友 把他和前男友比较 实质是一种缺乏自信 几乎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忍受自己在生理方面 输给别人 因为那样会让他感到 失禁连面 如果对方是处女 就不存在比较的问题了 即使在亲密关系中失败 也无关紧要 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对方也不会口出怨言 所以男人往往喜欢 举止温文尔雅的女性 为什么呢 男人们还有一种内心的期待 这样的女子单纯温柔 好操控 可以满足自己的掌控感 男人们总是喜欢有掌控感 在亲密关系中 他们一般都采取主动的方式 展现自己的力量 对于男人来说 亲密关系产生的快乐 不止在一刹那 还在于使得自己所爱的女人 成为自己的俘虏 征服欲 能够让男人得到真正的快乐 这是一种原始的生物本能的行为 加上人类独特的思想 共同形成的结果 就像他们总是爱玩竞技类的游戏 爱看足球篮球比赛 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 男人的处女情节 其实是跟男人们脆弱敏感的神经有关 只不过是那些不成熟的 自我意识强烈的男人们 一厢情愿要求的东西了 身心成熟的人 会明白双方精神的契合 才是爱到最深的表现 男人会这么执拗于女友或妻子的过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男人自己就常常会想起 自己以前的恋人 希望再次相逢 可能的话 进一步发展关系 甚至有些男人固执地认为 只要过去与自己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 不管分手后多久再次相见 还会接纳自己 男人因为自己这样想 所以拿这种想法为依据 来推测女性的心理 然而 大部分女人可不这样想 书上举了一个例子 作者有一位女性朋友 已经和前夫离婚15年了 但是 他的前夫至今仍然每年都给他打电话 要求见面 作者的朋友根本不愿意去见他 直接了当地在电话里 拒绝了前夫 前夫却认为 他是装腔作势 依然穷追不舍 往往在这个时候 作者的朋友就会感到厌恶和屈辱 其实 只要目前的生活幸福安宁 女性一般不会为过去的生活所困扰 换句话说 只有不满现状的人才会一味地留恋过去 这就是男人与女人在对待亲密关系上的区别 男人更注重肉体 女人更注重精神 那么 就爱情而言 肉体和精神究竟哪个更重要呢 实际上 这两者密不可分 理想中的男女关系是深层的精神沟通 加上亲密的接触 但现实中 有侧重于精神方面的 也有侧重于生理方面的 很少有情侣或是夫妻的关系 能够达到这样均衡的境界 但不管怎样 亲密关系的力量不可忽视 当两个人确认亲密关系 离开就不再是那么容易 因为生理上产生的依附感 可以化解不少矛盾 吵架之后 双方若能主动运用亲密关系 这一工具 往往会受到很好的和解效果 有句俗话说 夫妻吵架 床头吵 床尾和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男人若是获得良好的亲密关系 就会在精神上进一步贴近对方 感到与对方难以分离 女性也是如此 与水相亲 像是一条纽带 能够进一步稳固两个人的关系 总之 亲密关系十分神奇 有时能够改变一个人 让男人发现真正的自己 培养崭新的自我 正是这种神秘而原始的力量 将男女之间的爱情演绎得更为复杂 也使爱的故事更为丰富多彩 男人这东西的第四篇 男人婚前婚后的大变样 以及与婆媳关系的实质 结婚意味着青春时代的结束 至少在男人们的心里 或多或少都抱有这种想法 一般而言 大部分传统的女人会把恋爱和结婚 会看成一码事 常常在开始恋爱时 就已经畅想两个人在一起 很久以后的事情 会将两个人的关系 往结婚这件事上考虑 男人可通常不这样想 男人们比较渴望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们会认为 一旦结婚 就走进婚姻的牢笼 意味着青春的终结 就不能像单身时那样 放纵自己了 会被家庭桎固所束缚 也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男人自认为 享受彻底的自由的好时期 大概就是 自跨出校门 到三十来岁这些年的光阴 所以这段时间 多数男人将恋爱和结婚 看成是两码事 在谈恋爱时 并不一定会将结婚 作为一个前提来考虑 这个时期的男人们 是怎么想的呢 这个时候的男人们 处于人生起伏 动荡不安的时期 最需要的是一个 可以和他一起 共同愉快 消磨时光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 必须是可以和他轻松交谈 和共同从事一些 令人愉快的活动 思维上合拍 以及亲密关系和谐的那一种 就是说 男人要找的恋爱对象是 年轻的 性格开朗 能带来新鲜刺激感 并不急着结婚的女性 如果这个时期 和他谈恋爱的女性 时不时跟男人谈论 关于结婚生子 或者是 见家长 这样的话题 说一些旁敲侧击 看男人反应的话 你对我们今后的生活 有什么打算吗 家里人老催着我去相亲呢 有些男人就会警惕 一旦察觉女方 想要用婚姻将自己拴住 就会时刻想着法子 要逃离 因为这些男人 无论多么爱自己的女友 终归更爱自由 此时 他们还没有收心呢 那么 什么时候 男人才会考虑 要结婚了呢 一般就是在30岁左右 这个时期 是男人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期 因为 如果到了30岁 男人还没有结婚 或是没有对象 家长们就开始着急催促 这时候 一方面来自家庭压力 另一方面 也会有来自 被社会人士猜测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的压力 同时 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事情 逐渐认识了 社会结构 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认识到 职场的残酷现实 竞争压力 日趋加大 常常会出现焦虑不安 或灰心丧气的情绪 此时男性 处于心理上的脆弱期 他们就会产生 该成家了 这样的念头 他们悉计 从女性身上 寻找疗愈和精神寄托 想找一位 无条件的同盟者 在他们哀怨 或是心情不好时 有一个女性 在他身边劝慰 这点小事 没关系 不要爱生叹气 而并不一定是 真心想同女性恋爱 或者是 结成伴侣 简单说就是 男人之所以打算结婚 不一定是出于爱情 还可能是受其他 各种各样的精神因素 和社会因素 所迫而作出的决定 如果这时候 身边刚好有这样一位 善解人意的 合适的女性 他就会希望 他成为自己 一辈子的同盟者 有了这样的同盟者 结婚生子 让父母放心 有个人 在身边照顾自己 同时又有 稳定的亲密生活 多好啊 基于这种考虑 聪明的女人 想要找到一个 如意郎君 最有效的办法 莫过于抓住 她的心理脆弱之处 而同时也要想到 当男人们跟女人 求婚的时候 最好不要简单地理解为 男人对自己 情深义浓 才想结婚的 而应该打点折扣 冷静认识到 这是多种因素 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说 男人要结婚 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呢 可能很多女人会说了 男人不都是视觉动物吗 肯定是选择漂亮女人了 但其实不是的 男人们正儿八经 打算结婚的时候 挑选女性的首要因素 是会做家务 性情奔和 全心爱自己 和善解人意的女人 如果达到了这些要求 就算是其貌不扬 稍微过得去就可以了 其实 男人对于结婚对象的外貌 远不及女人想象的 那样重视 当然 如果符合标准的女性 同时拥有美丽的容貌 就更好了 男人经过社会上的锻炼 对于结婚是很有自知之明 且现实的 甚至是非常保守慎重 他们其次考虑的因素是 这个即将成为妻子的女性 能不能和自己的双亲 和睦相处 能否照顾好家庭 爱护家庭等等 如果他们觉得 结婚对象会与父母 处不好关系 以后会加在两头为难 就会望而却步 这一点 尤其在独生子 以及长期与父母 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中 更普遍 第三个考虑的因素是 结婚对象是否 谈吐自然得体 举止大方 他是不是勤俭节约 岳父母的为人 以及家庭环境是怎样的 男人他们希望 自己的另一半 能够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当带他去见 单位领导同事时 希望能够给他们 留下好印象 八面玲珑的妻子 更加有利于 自己的个人发展 第四个考虑的因素是 繁衍后代 希望对方为自己 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这一点起的作用非常大 因为在一般男人看来 结婚 视同于生孩子 总而言之 男人对于结婚 是非常理性的 作者说 男人只要具备 结婚的条件 即使未达到热恋的程度 也可以与女性 步入婚姻殿堂 结婚后 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就是婆媳关系了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 就是难以协调的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 对于母亲来说 媳妇就是抢走自己 最心爱孩子的那个人了 虽然也有比较通情 打理的婆婆 会试着去理解媳妇 但是 这种儿子被夺走的意识 是很难抹去的 更重要的是 儿子和媳妇 是通过婚姻 结合在一起的亲人 是无法替代的一种情感 对此 母亲也会抱有一种 近似极度的感情 这样一来 母亲就自然会对媳妇产生敌意和嫉妒 难以消除 这是做母亲的一种本能 第二 对于媳妇来说 她往往会觉得 丈夫和婆婆之间的亲情十分牢固 而这种亲情 越是牢固 媳妇就越希望割断它 使丈夫的感情 全部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对于妻子来说 丈夫理应是自己最重要的亲人 丈夫对妻子的爱 关乎做妻子的面子 第三 婆媳之间的年龄差距 产生代沟和隔阂 一般来说 五六十岁的女性和二三十岁的女性 想不发生摩擦都难 这样看来 婆媳关系的实质 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 处理好婆媳关系 这中间需要一个聪明的男人 这个男人最好在婆媳关系上保持中立 两面讨好 同时做好两人之间的合适老 不做坏话传话筒 话解释 而不挑释 比如说 当妻子向丈夫埋怨婆婆 丈夫要劝说妻子 老妈的话不要放在心上 你就不必动气了 同时对妻子更加体贴温柔 另一方面 当婆婆向儿子数落妻子的不是 儿子应该抚慰母亲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会狠狠批评他的 但你就不要再说他了吧 而不幸的是 如果这个家庭的男人情商不高 遇到婆媳矛盾 不懂化解 还会使得矛盾越积越深 后果将不堪设想 总的来说 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男人非常聪明 懂得化解婆媳之间的矛盾 同时婆媳之间互相理解对方的处境 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和睦很多了 男人这东西的第五篇 生育这件大事 男人结婚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繁衍后代 当妻子怀孕 男人欣喜若狂 因为这是男人繁衍子孙的伟大证明 是自己血脉延续的下一代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 这种喜悦之情 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 有男人在妻子生完孩子后 这样感慨 我活了这么多年 这件事是让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可以繁衍后代这个事实上 男人通常会获得巨大的自信 和安心感 这种源自动物天性的喜悦 与人类传宗接代的理念重合 会给男人带来双倍的快乐 相反 如果男人得知 自己没有让妻子受孕的能力 他觉得这是作为男人的一种缺陷 会因此受挫 会从而产生自卑感 扭曲精神状态 为什么男人们会如此渴望 拥有自己的后代呢 作者解释道 关键在于 男人有一种希望自己 永世存续下去的愿望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能有自己的孩子 那么即使自己肉身死亡 自己生存的印记 就会有所留存 世事无常 每个人都会以天理循环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因而 人们总是有意无意 希望自己的后代留存于世 这也是人类的基因决定的 要让男人繁衍更多的后代 保证这个物种的存续性 当丈夫知道妻子怀孕 就会无微不至地体贴关爱妻子 当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成长 丈夫当父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这个时候 无论妻子的身材走形成什么样 丈夫通常都不会介意 不会感到不开心 他会满怀喜悦地 看着妻子的大肚子 时不时地用手抚摸 或是侧耳贴在妻子肚子上 感受孩子的生命 他们此时会对自己的妻子 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充满柔情 充满爱意和敬意 他们无比焦急地 等待着孩子降生的那一刻 掰着手指头 数日子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当这一天真正来临 临近妻子分娩 男人会和妻子一样 心中充满期待和不安 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等到妻子生下孩子 听到那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男人往往激动地 无以复加 甚至有很多男人在产房门口 因为激动 感动 自豪等种种复杂的心情 交织在一起 流下泪水 可是 孩子生下来后 很多女人就会感受到 丈夫对自己的关爱 急速下降 很多女性也因此患上了 产后抑郁症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 是丈夫不爱自己了吗 造成这种变化的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 一旦女人完成生孩子 这个光荣的使命 丈夫关心的重点 将更多地倾向于孩子 可以这样理解 怀孕时期 女性受到的爱是双份的 而现在孩子成为单独的个体 自然要获得属于孩子 本身应有的爱 这是新生命诞生 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生下孩子后 全家人都是以孩子为重心 将照顾孩子 置于第一位 夫妻曾经私密的 二人世界没了 也被奶粉和尿布 纠缠着 忘记了当初 你浓我浓的浪漫感觉 加上妻子往往会因全身心照顾婴儿 而没有精力 关注丈夫 丈夫就会产生一种 被妻子抛弃的凄凉感觉 这样就会渐渐形成丈夫 对妻子的不满 另一方面 很多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 因为要辛苦带孩子 平日里几乎不太注意形象 长时间喂奶导致的作息不规律 和孩子的彻夜吵闹 也会让妻子的脾气 变得日益糟糕 虽说夫妻两人 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伴侣 但这样的情况下 夫妻关系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从妻子的角度来看 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生下孩子 全心全意去照顾这个脆弱的生命 简直就是一场历练的过程 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丈夫不体贴育儿的艰难 还要求自己打扮得 跟以前一样漂漂亮亮的 无疑是男人自私的表现 那么从妻子的视角出发 如何能做到产后 依然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呢 作者提出了几个建议 一是努力让自己变得又盲又美 育儿是一项艰难而沉重的工作 要想做到又盲又美 是十分考验女性智慧和情商的 内在素养的 如何做到又盲又美呢 首先是要调动孩子爸爸 一起加入到育儿行列 适时鼓励赞美孩子爸爸 让他更有责任感 请不要一个人包揽 所有的育儿工作 要让你的丈夫知道 照顾婴儿的艰辛 明白自己也是孩子的父亲 有必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任 其次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门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哺乳期间 注意保持自身整洁 同时要开始锻炼 让身材尽快恢复 二是维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尽量创造和丈夫的私密感情时间 多沟通玩乐 不要动辄发怒吵架 否则最后伤到的 还会是自己 总的来说 生儿育女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责任 需要双方相互理解 支持 一起将孩子抚养长大 男人这东西的第六篇 如何看待男性出轨 与婚姻平淡后的危机 男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外面的世界呢 我为他生孩子 照顾父母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很多女人都非常不理解 男人为什么花钱出去玩 或是找乐子 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作者在第六章对此做了详细阐述 讲述了男人之所以喜欢去外面的世界 无非就是因为男人的本性就是如此 渡边添一认为 只要是男性对于此类事情或多或少 都会抱有一定的兴趣 这和男人的生理结构有关 男人作为进攻性的雄性动物 总是激情汹涌 尤其是15至30多岁的男人 对异性有着强烈的生理冲动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就难免会想着 站为己有 这是雄性动物的天性使然 本能与道德的拉扯 而女人往往是因为感情 才会有生理冲动 比较慢热 但男人只要有合适的时机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其实不重要 男人想要的是冒险和挑战 所以他们对越亲近的人 反而产生不了想要探险的冲动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男人如果同一个女人 发生数次亲密关系后 就会逐渐产生厌倦心理 随后注意力就会转移到 别的女人身上 但这个强烈的好奇心 又和爱情不同 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男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 强烈生理冲动 并不简单地为女性的外貌 所左右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很多男人身边 明明有年轻貌美的娇妻 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 想要接触其他女性 哪怕这些女性没有自己的妻子优秀 很多女人听到这里 不免对男人这种类似动物的贫性 感到失望 愤愤不平 即使男人的本性如此 难道她的理性就不能加以控制或阻止吗 其实 女人们要面对的事实是 不管再严肃的证人君子 都有想要和不同女性 发生亲密关系的想法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男性可以随意寻花问柳的借口 基本上男女双方在结婚三到四年之后 相互之间就容易产生厌倦心理了 因为这个时候双方对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生活方面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 对彼此也就失去了新鲜感 刺激感 如果这时候妻子生了孩子 且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养育孩子上 对丈夫不再是那么百依百顺 小鸟依人 而且平时也疏于自身的穿衣打扮 久而久之 男人就会厌倦起这样的两人世界了 结婚后的过日子和结婚前的恋爱不同 恋爱中的男女双方 尽量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 一旦进入婚姻 开始共同生活 两人开始毫无戒备地相处 彻底放松 彼此的本性彻底暴露 就会失去彼此间的神秘感 这时候往往就会生出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或 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就不结婚了 这样的怨念就会生出来 彼此会陷入烦恼 无法自拔 男人因为对自身婚姻的厌倦和失望 再加上这种强烈的好奇心 和生理冲动的本能 很容易就被妻子以外的女性所吸引 这个女性不一定比妻子性格好漂亮 但只要是她身上有新鲜 纯情的气息 便足以让男人热血沸腾 因为男人的生理冲动和好奇心 更多地依仗于精神方面的因素 作者对此做了一个预估 他认为粗算下来 七八成的男性会一有机会就去放纵一下 一成的男人与妻子生活的较为幸福 无此意愿 还有一成则是毫无这方面的勇气 且身心有障碍的男人 特别是已在社会上得到财富和地位的成功男人 十有八九会移情别恋 当然 他们对于自己一起奋斗至今的妻子 抱有深深的内疚感 但仍然很难控制自身的这种冲动 大部分的男人在这个时候不会抛弃妻子 转而和其他女人结婚 尽管如此 女人们还是要搞清楚 一旦丈夫出轨 什么样的情形是逢场作戏 什么时候是陷入真情 又该怎样去应对呢 怎样恰如其分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并不是容易的事 妻子们掌握好分寸 很重要 一般而言 如果男人和另外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从男人的近似于动物的生理本能的角度来说 不管有没有和另外的女人有爱情成分 男女间的亲密关系迟早会逐渐变淡 并最终消失 但是 如果丈夫与某位女子持续的关系长达几年 甚至时间更长 那就可以断定 她已经动了真情 双方感情较深 事态较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轨对象女方的年龄 比丈夫大 那么事情会更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当女人逐渐进入30岁之后 与男方建立起牢固关系的情形 会增加很多 这时候的男女关系 不只是讲究外貌和肉体 更多的是追求精神方面的纽带 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宁和信赖感 对男人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 男人本质上总是在渴求新鲜的风流运势 但如果一时的逢场作戏 没有得到控制 就会增加她陷入婚外恋 无法自拔的机会 如果是这样 那么妻子的放纵不理 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当然 并不是每一个想要在外面 找感情寄托的男性 都能找到合适的女性 总而言之 男人想要同妻子以外的女人交往 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比如诚意 体力和经济实力等等 这个代价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太大了 他们宁肯选择与孩子一起玩耍 或去赌博场所消遣 另外 如果他们与妻子的关系比较融洽 男人绝对不会如此费力地 去寻求别的女性了 明白了这一点 妻子在得知丈夫在外的风流运势 要怎么做呢 首先先从自己存在的问题 开始进行反思 然后对待男人 不要大吵大闹 把她推得更远 不要过于纠缠往事 反而会把丈夫 往别的女人身边推 无论是决定离婚 或者继续婚姻 即使恨得牙痒痒 但为了长久考虑 表面上还要对她一礼相待 退一步 才能进而掌握主动权 深暗夫妻之道的妻子 和让男人在觉得自己 有自由的同时 感叹 我不过是如来佛掌上的孙悟空罢了 从而死心塌地地 维护和妻子的婚姻 但如果男方对这段婚姻 已经完全放弃 对女人也已经不再有爱 那么女人就该长痛不如短痛 及时止损 别让已经死亡的婚姻 毁了你的后半生 这才是聪明女人的做法 男人这东西的第七篇 钓到的鱼耳不给耳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情 是双方都能够心无旁骛的 深深相爱 但作者认为 相爱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绝对的爱 一种是相对的爱 什么是绝对的爱呢 就是相爱的双方 不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都能够达到充分的忠贞的结合 被爱的双方 彼此眼中只有自己的另一半 全身心地只爱恋一个人 不允许有丝毫的放荡行为 绝不沾花惹草 作者在本书的第十三章 对如果一味追求绝对的爱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方面 举了《失乐园》中的例子 失乐园中的主人公 九木与林子之间的关系 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九木与林子自从相识相知 在随情感的深入 两个人爱的是死去活来 都想独占对方 永远只和对方在一起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双方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都有各自完整的家庭 也受到社会道德的指责 双方都很痛苦 最后两个人为了达到 永远在一起的目的 紧紧抱在一起 殉情了 然而 就算你认为因爱 已完全占有了对方 但是 人心不知何时 就会变化的 实际上 如果你过去曾经爱过别人 那么你就不能否定 爱的烈焰 在某个时候会减弱 进而熄灭 九木和林子之所以 曾经都分别结过婚 是因为 他们以前都在某种程度上 被原有的爱人所吸引 也曾经爱过自己的妻子 或丈夫 并坚决认为 能够与对方共度此生的 但是 当双方开始 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在安稳的名义下 便产生了 惰性 新婚燕耳时的柔情蜜意 毫不留情地消逝 看到的 尽是对方在热恋时 从未显现的 令人厌恶的一面 随着岁月的流失 爱情也会冷却 所以此时 只认可绝对的爱的人 要是遇见一个 不错的第三者 又会把自己的爱 转接到新人身上 绝对的爱 虽然存在 但极为短暂 而且并非永远不变 如果希望永远留住它 就只有在爱的巅峰 死去 失乐园中的两个主人公 两人深深陷入激烈 不可自拔 伴随着两人爱恋的加深 双方都毁掉了各自的家庭 结果 九木受到了社会道德的指责 林子也和自己的生母 断绝了母女关系 两个人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苦苦寻求绝对的爱 这样强烈而执着的爱 必然会给周围的人造成伤害 引发与社会道德和伦理之间的摩擦 最终把自己逼上绝路 当然这是作者在影视作品的夸张表现手法 那么在现实中的男人们对于绝对的爱 是怎么样想的呢 没有人不希望得到深沉的爱 男人们也不例外 男人们的内心深处 对绝对的爱怀着憧憬和期待 但事实上也难于向它迈进 要想堕入那种爱 首先需要有对象 但是即使有了对象 男人们还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行动能力 而且一旦真的陷入那种深切的恋爱关系 他们反而感到厌烦 男人会认为 与其深爱唯一的一个出色的女人 还不如维持轻轻松松的关系 从这些角度来说 男人的爱往往是相对的 而女人不同 他们希望的是绝对的爱 如果女人真心爱上某位男子 就会不断加深对他的爱恋 坚信他们之间的爱是绝对的爱 会天长地久 当然 在女人之中 也有表面上只眷恋一个男人 而内心还另有他人的人 不过 在此 我们只考察内心里 紧装一个男人的女人 男人们也觉得 女性的这种专一 很可爱 令人快活 但是 一旦激情退却 就变得阴森可步了 但事实是 无论多么相爱的两个人 都会有倦怠的时候 恋爱时 男女各具一方 你会时刻想着在心爱的人面前展示自己最动人的一面 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同时 你会担心对方是否会变心 怀疑对方不在身边时 会与他人约会 彼此之间想要见面的欲望非常强烈 所以心里总是充满激情 热恋之中的情侣们 坚信自己的爱 永远不会降温 恋爱时 男女各具一方 因此盼望见面的欲望极其强烈 由于十分渴望见到对方的音容笑貌 所以心里总是充满激情的 一旦两人结婚 生活在一起了 精神上的紧张感和盼望见面的迫切感 就会烟消云散了 两个人慢慢熟悉 对于形象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总想着你既然爱我 就要爱我的所有面貌 于是妻子会理所当然的 让丈夫看到自己那张未经化妆的脸 而丈夫也会毫不在意地 向妻子暴露自己不修蝙蝠的样子 隐藏着不好的一面 全部暴露了 这种本源性的东西 越是暴露得越多 双方越会失去紧张感和掩饰心理 作者认为 已婚男女或多或少 都不可避免地 会在婚姻生活中感到倦怠的 这种感觉男性比女性更强烈 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矛盾 引发争吵 结婚为了一辈子 日复一日重复的平淡生活 总需要有点刺激 你让我疼 我让你更疼 痛比爱更深切 吵架比甜蜜 更让你知道 我还在这里 不吵架的婚姻 是不存在的 有人说 即使最幸福的婚姻 一生中也有一百次离婚的念头 和五十次 想掐死对方的想法 既然如此 就请记住 幸福婚姻的秘诀 就在于 那第一百零一次的和好 和第五十一次的原谅 男人这东西的第八篇 男人分手的信号 人云相逢 乃离别之始 此言得知 又相逢 也就会有离别 相爱之初 人们都期望着 自己的爱能够永久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知从何时起 也许离别的念头 就会降临到两个人之间了 对于离别 大多数人认为 既然一定要离 就要离得干净漂亮 现实情况是 大多情况下 是一方想分手 而另一方却恋恋不舍 总而言之 离别使人 在悲伤和艰难的同时 消耗掉许多能量 所以 如何逾越这一险阻 就成了影响人的一生的 重大问题 男人对于女人的爱 除了生理冲动之外 还受到精神因素的影响 这种对女性的美好幻想 可能会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被摧毁 女人们可能会觉得 如果男友或丈夫爱自己 就会无条件地 接纳自己的一切 可是 这其实太强人所难了 有时 自己都做不到 完全接纳自我 更何况 是另一个人呢 作者在书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谈恋爱 两个人也算美满 女人以为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两个人的未来 充满了期待 有一天 两个人在睡觉时 男人突然说了一句 我今天可能不想抱着你 女人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女人后来知道了 因为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自己便秘的样子被男人看到了 男人觉得破坏了 他心目中女神的形象 最后和女人分手了 有时候 女孩子们总喜欢问 我这么爱她 她怎么就是这样的德行呢 或是一遍遍确认 她有这些举动 是不是不爱我了 本书的第十四章 对于分手的问题做了分析 杜鞭纯一认为 不同年龄段的男人 有着共通且独特的离别心理 男人们离别时 采取的行动方式和女人们完全不同 男人是孤独而懦弱的 通常不愿单身独处 同时 男人年轻时性欲较强 一旦失去保持稳定关系的女人 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因此 男人们即使与现任没有感情 如果没有找到下一位情人 是不会下定决心分手的 如果他下定决心分手 肯定是又有了其他的女人了 在这一点上 女人和男人大相径庭 当性格不合或厌恶对方时 即使没有心仪其他男人 女人也会提前考虑分手的 除此之外 女人一旦决定分手 她就会十分明确地告诉男方 并且会一五一十地说明分手的理由 相形之下 男人通常则是采取暧昧态度 他们几乎不使用诸如 我讨厌你了之类 直接了当的语言 其原因是 男人在潜意识中认为 不能对女人说过分的话 应该保护女人等等 假之 男人本来就是优柔寡断的性格 所以他们倾向于采取 不明朗的态度 殊不知这样的伤害 往往要比直接了当的分手 大得多 想要分手时 男人们往往采取的方式 是这样的 一是减少打电话和约会的次数 如果女方质问 为什么不常打电话 她往往会借口说 工作很忙之类的话 其实真相是 无论多忙 晚上抽空 打个电话的时间还是有的 二是缺乏温情 如果女方提出 想到某地游玩 这是男方会装作没有听到 疏于理会 这和刚开始恋爱 是完全不同的 刚恋爱时 男人一旦听到女人说要到某地 一定会谨记在心 并找机会一同前往 以便增进感情 但一旦男人想要分手 或是已经在心里厌弃对方 那么对方说的要去某地的愿望 就成为了一种负担 他们往往不会采取行动 充耳不闻 有这两种表现 就是男人要分手的黄色信号 这个阶段是否有恢复的可能性 要取决于女方的态度 但是 如果男方一旦说出 我这样的人配不上你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男人 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在暗示 我已经讨厌你了 这是男方要分手的红色信号 基本上很难回心转意了 书中强调 如果这时女方还听不懂 不 你是个好男人 那男人就会想 真是个感觉迟钝的笨蛋 这时候两人的关系 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绑在一起 也是貌合神离 如果男人和女人之间 不再信任和关心彼此的灵魂 肉体突然亲近 灵魂终是陌生 他们就真正成了大地上 无家可归的孤魂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透过分别现象 观察男人和女人 就能够发现 男女对爱的认识上的差异 当爱情之火燃起时 女人的感情波动很激烈 而当他们决定分手时 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去 总而言之 分手是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 就把它仅仅看作是悲伤的事情 男人和女人相逢相爱 本身绝不是坏事 就算最终他们会分手 爱情可以加深做人的见识 而且与此同时 他们会更加了解自己 除此之外 与没有经历过爱和别离的人来说 有这类体验者 拥有更丰富的人生记忆 他们能够把握住更多的机会 养成宝贵的 洞察人心之危 及人生的观察力 但是 爱并不是只带来恩惠 有的人也会因爱而受伤 失落 厌世 与世间格格不入 不过 所有这些都是因事 因人而异 不能一概而论 赎好赎坏 这方面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不幸受到了伤害 也要重新爬起来 受伤害 却能重新站起来 这种睿智会成为人生之宝 而且 经过时间的魔力 肯定会为人生增添光彩 使人生更加浓郁 芬芳 如果说相逢是离别之始的话 那么离别 就会是成为 寻求新的自我的起点 我衷心希望 人们能够采取 更为积极的态度 把握住 光明的未来 男人这东西的第九篇 离婚信号 如果说 普通恋人之间分手 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夫妻间的离婚难度 要高得多 也更为复杂 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说 一对夫妻一生 至少有100次 想离婚的想法 和50次 想掐死对方的想法 这是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 没有一个人 希望自己的婚姻是这样的 但是 每一个人 却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作者做了一个统计 认为一般而言 已婚女性容易产生离婚念头的重要关头 有三个 新婚一年以内 结婚七年左右 也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 丈夫临近退休的时候 新婚的时候 从恋爱进入婚姻 发现对方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样子 想着还没有孩子 自己还年轻 趁早结束关系 重新选择 还来得及 结婚七八年之后 两人相当熟悉 也产生了懈怠感 相互关心 未见的举动慢慢减少 审美也疲劳了 渐渐出现倦怠 失去了相互间的吸引力 双方矛盾凸显 这时候最容易离婚了 但如果有了孩子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夫妻双方顾及到孩子 就会对于离婚 慎重一些 为什么女人结婚后 一旦产生不满 就会想要离婚呢 这其中的原因 是多样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男女双方的婚姻观不同 大部分女性 对于结婚的期望 或者梦想 远远高于男人 她们强烈期待 婚后的生活 好于婚前 但是事实是 很多男人在恋爱中 对女友体贴入微 甚至竭力讨好 但是一旦进入婚姻 丈夫不再甘于第三下四 言听计从 希望自己处于主导地位 这种变化会让女人觉得 她结婚后就完全变了 心里难免产生 上当受骗的感觉 生出了 看不出与丈夫 共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念头 除了这种想法之外 还有丈夫有外遇 家庭暴力 丈夫不尽抚养家庭的责任 或是与婆婆发生矛盾时 丈夫总是一味地偏袒母亲 从不向着自己等等因素 都会影响到夫妻间的感情 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当随着年龄增长 双方的价值观念 渐行渐远 摩擦日益凸显 两人之间的感情 越来越疏远了 女人这时终于认识到 自己现在的生活并不幸福 一旦产生这种念头 也就无法继续接受丈夫了 和女人不同 男人在最初结婚时 就不像女人对婚姻 抱有过高的期望 或是将她当成一种梦想 从这个角度来说 男人是非常现实的 这是由男人的生理特征 及婚姻观念所决定的 只要天不塌下来 男人就不会主动提出离婚 作者从提出离婚申请的人数统计中 得出了一个结论 约有80%的离婚申请 是由妻子一方提出的 为什么男人不想离婚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男人是非常要面子的 男人结婚的目的 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 传宗接代 顺利地将孩子抚养长大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相对于女人希望地 注重夫妻关系的实质 男人更注重家庭这种形式 离婚会给男人 带来种种负面影响 这是男人绝不想要的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 离婚会使男人 丧失社会信誉 尽管现在离婚屡见不鲜 但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中 离婚仍然被视为 男人的一大污点 会影响其在一流企业 以及官僚阶层的 古人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们会固执地认为 连家庭都摆不平 怎么可能管理好一个部门呢 连一个女人都控制不了的男人 不可能干好工作的 第二个人负面影响是 离婚后无人照顾自己 有句俗话说 一个家庭中没有女人 完全就不像个家庭 在家庭中 女人打理家务 关心家人成为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连接人 一旦离婚 以往靠妻子打理家务的男人 随着妻子的离去 刹时间就会体会到日常生活的种种不变了 平日 即使夫妻间很少交流沟通 但至少每天有饭吃 有干净的衣服穿 有个人说说话 现在妻子走了 煮饭烧菜怎么办呢 衣服没有人洗怎么办呢 碰到不顺心的事情 连个可以诉说的合适对象都没有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 经济负担 现行法律是保护妻子一方的 如果离婚 丈夫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承担相当大的经济负担 比如 如果有房子 一般也是判给妻子 还有子女的抚养费等等 男人的负担就会相当沉重 第四个负面影响是 离婚后多数情况下 孩子归妻子抚养 即使通过诉讼程序 最终出于对孩子的成长考虑 也会判给妻子 如果是这样 丈夫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让妻子抚养 会不会在孩子面前 将自己描绘成恶人呢 会不会对自己产生憎恨呢 因此 眷恋孩子的丈夫 总是竭力避免离婚的 总之 男人是绝对不会因为 看不出与对方共同生活 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理由 而离婚的 结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但婚姻生活少不了烟火气 也难免有艰辛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两个人非常相爱 结婚也可能使之前的生活环境 发生很大的变化 容易造成心理不适 及种种焦虑不安 作者认为 一般夫妻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能慢慢找到一种 双方都感到轻松舒适的相处方式 而这期间 需要双方紧力忍耐 无论发生多少矛盾 试着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试着去克服它 夫妻矛盾那么多 怎么处理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条 无非是有效沟通 因为夫妻间的矛盾处理 只要一方让一步 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所以两个人沟通 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 似乎都懒得去应付冲突 遇见问题就一副 爱谁谁的姿态 回避争执 矛盾 这样对于夫妻关系的维护 极其不利 怎样进行有效沟通呢 一是树立正确的男子汉的观念 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 既身名大义 又名事理 既有七情六欲 又懂得适当表达 那种缺乏温情的 冷酷的男人 实际上是心里不健康的男人 二是 不要总想着自己的尊严 夫妻间不应当笑话 谁主动了 谁要面子了等等 因为主动和热情本身 就是对爱人的一种尊重与依赖 对方若以此取笑 岂不是 不使好人心吗 三是 及时沟通 夫妻生活在一起 有时不免会有误会 当碰到这种情况 知情一方 应该主动和对方说明 以免产生误会 时间久了 没有解决的误会 会隐藏矛盾的 说明白了 大家都好接受 总之夫妻之间如何相处 各种滋味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们会面对很多 生活的 事业的 感情的 在诱惑面前 谁敢说自己 可以做到 心如止水呢 谁敢说自己 可以身无旁骛呢 但无论如何 请记住一点 你的责任 我们无论面对什么 都要勇敢面对 都要用心解决 不要逃避 不要留有遗憾 我们要做的是 解决问题 把坏的变好 把好的变得更好 愿我们 都有这个信心 男人这东西 第十篇 女性时代 作者在本书的第十八章 重点分析探讨了 现代社会男人的 真实状况 他认为 日本进入了一个 重视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时代 现代男人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是 男性的机能 大大减退 自然界的生物 雄性本能是雄动的 赋予攻击性的 但是 现代社会在竭力压抑 这种雄性本能 一味推崇高雅和理性 女人们也常常这样 要求男人 这样的结果就是 原本的男性 威猛强悍的气势 极大削弱 机能性大为减退 长此以往 男人就会更加柔弱 变得适应这样的状态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孱弱的男人 可能会因此买春 因为 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关系 变得特别淡漠时 孱弱的男人 就会想要逃避到 可以宣泄的地方 通过金钱 埋取性爱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 和当代社会 是女性时代有关 男人只有在精神上 处于优势的态度时 才容易展示出 其威猛强悍 现代女性自由奔放 并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但是女性越是生机勃勃 男人就会越显得无能 从而失去了 对女性的浓动性 雄性指数下降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 当代社会中 不利于雄性正常生存的 负面因素较多 是一个生存压力较大的时代 一般来说 男人们其实希望的是 妻子可以在家里 全心全意 做专职主妇 这样一来 丈夫就可以有一种 高高在上的感觉 我是一家之主 是我养活你的 在精神上产生优越感 获得作为男人的自信 和满足 如果男人娶了 职业女性为妻 那么大多数妻子 在社会上见多识广 有时甚至 比丈夫更具社会地位 和经济实力 这让丈夫感到压力和自卑 甚至可能导致他们 丧失自信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和反驳 近年来 妻子比丈夫年长 且更具经济实力的情况 越来越多 他们不照样拥有 和谐美满的夫妻关系吗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他们觉得自己年轻 所以有优越感 男人年龄比女人小 收入也比不上女人 但因为年轻这点 仍然能够雄啾啾气昂昂 他们的骨子里 其实是对年纪大点的女性 比较轻视 对 就是这么现实 男女就是在爱情 这张假面具之下 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 在动物界中 除了鹤 鸳鸯等一小部分动物之外 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 相守一辈子的情况几乎看不到 雌雄都有可以再选择的权利 且选择权完全交由雌性决定 当雌雄性动物相互吸引交尾之后 双方自然而然分道扬镳 雌性动物会继续寻找 更强健的雄性动物 一旦目标出现 雌性动物就会毫不犹豫地 投入更强者的怀抱 因此 雄性动物必须不断为之付出努力 同其他雄性动物进行殊死搏斗 以展示自己的实力 与动物界的生存法则不同 现代人类社会实行的一夫一妻制 将男女双方的关系固定 只是造成雄性指数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婚其实就是两个成长环境 家庭教养 价值观念 以及感知能力等截然不同的男女 一起共同生活的行为过程 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旦结婚 对于男女双方来说 从今往后 自己身边永远只能躺着同一个人 这其实是和男人的狩猎本能相违背的 结婚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男人对妻子的兴趣会逐步减弱 特别是当妻子生产育儿的时候 男人对于妻子有感激崇敬之情 但是 要对妻子保持结婚初期的爱欲 却实在是不容易 那么既然是这样 推崇一夫一妻制 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一夫一妻制度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试想一下 如果少数男人掌握了大量女人 而其他男人 不得不瓜分剩下的 那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还有就是 如果和其他男性分享自己的伴侣 男人们会怎样想呢 很简单 这将引发愤怒 争斗 不安全感 甚至是屠杀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一夫一妻制度 是文化的产物 它有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许多科学家看来 一夫一妻制 是男人间达成的一项协议 他们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和防止因为女人而彼此争斗 打来的损失 一夫一妻制 是男人间平等的产物 对男性而言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妥协和牺牲 对于妇女而言 他们因一夫一妻的婚姻 获得了家庭地位 法律保障 以及稳定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 实行一夫一妻制 可以更好地培育后代 95%的鸟类 都实行一夫一妻制 因为小鸟成长到 能够独立生活的时间很长 必须翅膀硬了 会飞了才可以 两只鸟同时培育小鸟 能更好地提高其生存率 人类和鸟类一样 是所有哺乳动物中 在出生以后 成长过程最缓慢的 孩子的成长过程复杂且漫长 需要夫妻两个人 共同精心抚养 才能完全适应 社会环境下的生存 理想的男女关系形态 应该是要处于一种 平衡状态 作者去某地方城市访问时 从一位当地实业家那里 听到了如下这则故事 一位非常忙碌的男性 妻子是专制太太 由于她每天回家都叫晚 妻子便怀疑她可能在外面 有越轨行为 结果疑心深暗鬼 某天妻子突然歇斯底里 用剪刀把她的五件衬衫 剪成了碎片 听了这个故事 不由得哀叹 妻子整天像木雕一样 留在家里 渐渐地便陷入了 被迫害狂想的境地 日复一日地对丈夫 疑神疑鬼起来 如果这位妻子 另有一份工作 那么她的视野 会更开阔一些 也不至于 陷入被迫害狂想症了 总而言之 男人和女人 永远不会相同 因此 一旦涉及到对方的 真实心理或本质方面 她也会成为 你对异性产生好奇心 和执着的原动力 以上我们从各种角度 探讨了男人这东西 男女观念不同 属于不同的群组 从本质上 是无法真正理解的 但是尽管如此 通过这本书 作者的解读 努力尝试 去了解和理解男人 对于构筑良好的男女关系 大有必义 总之 希望男女之间 能够互相理解 培养关系对方的习惯 丰富对方的 感性想象 从而建立起 更加丰富多彩 充实的男女关系 读完这本书 你一定有很多感触吧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我们分享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我们明天见